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其大无法测度 内文讲道 吴信的地质学家声称 世界的历史远比圣经所记载的要久远 他们抵制圣经的记录 因为那些对他们来说 出自地球本身的证据表明世界已经存在了几万年 而很多自称相信圣经记载的人 虽持有创造周只有七天 而世界现在也只有大约六千年历史的观点 但却对地上的奇妙发现 妄言不知应该怎样去说明 这些人为了摆脱不信的地质学家 抛给他们的难题 便采立了上帝六天的创造 是六个悠久时期 而上帝的休息日 即是另一个秒长时期的观点 因而使上帝神圣律法的第四条戒命 失去了意义 有些人急于接受这种立场 因为它摧毁第四界的力量 他们就觉得摆脱了对他们的要求 在地上山岭山谷当中 发现人和动物的骨头 说明曾经有大型体格的人类 和野兽生活在地上 甚至也都发现到作战的器具 和石化的木头 有些人因为在地里面 发现了比今天 或者过去很多世代的人 和动物 还要大很多的大型骨头 因此就断定在远古时期 有人居住在地上 那时候的人类在体格上 比如今在地上的人 还要大很多 凡这样思想的人 对洪水以前的人类 动物 树木大小 以及当时地上所发生的变化 认识有限 如果没有圣经记载的历史 地质学家就证明不了什么 当人类离弃上帝的道 就会切法用自然法则 来到解释上帝的创造之功 他们就处在 不定论的望望大海之中 上帝如果在六天 完成创造之功 他从未将这些启示 给必死的人类 上帝的创造之功 和他的存在 一样是无法理解的 今天的内文讲到这里 大家明天再收听